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二二十八当日 岛内所谓自由台湾党 满帆岛屿的 激进独害团体成员突袭桃源词胡灵寝 朝蒋介石灵就颇洒红漆 又在记者会中撕毁青天白日起 中国国民党青年部二日动员群众 前往自由台湾党党部抗议 并下站铁 要求该党人士出来面对 但因警方铸成人强 党在一楼铁门前 众人经过激烈冲撞后 仍不得骑门而入 只能在铁门前切满青天白日起帖子表达愤怒 国民党青年军下站铁 据中评设报道 国民党青年部由主任温少辉带头 率领多名青年党工 台北市议员参选人 在自由台湾党青岛东路党部楼下召开记者会 由于该处是社区大楼 已事先掌握消息的警方 在一楼入口且门前 铸成人强 以防有激烈冲突产生 自由台湾党负责人 是岛内老台独蔡丁贵 曾因推到台南市蒋介石同向遭到称办 老台独蔡丁贵于使命 温少辉表示 台湾年轻人不是只有一种声音 两讲的功果 需要大家理性讨论 不是这些独害人士 用这种不理性的泼妻行为 就代表他们比较行 而且 他们在记者会撕毁青天白日齐 以触犯岛内刑法 国民党已对此向法院提出控告 警方应该以现行犯逮捕 温少辉表示 国民党青年部 今天就是要表达另一种声音 并要对自由台湾党下战铁 希望他们出面 大家来理性辩论 不要像孬种一样躲在楼上 而且他们不认同中华埃义国 却要中华埃义国的警察保护 实在非常讽刺 独派228当天破梯后召开记者会 理区词群后女台独修奋区版记者 众人表达完诉求后 随即往铁门处聚集 一面对着里面向声 一面和警方发生激烈推挤 最后 他们将印有占铁的字板 丢进社区一楼 并在铁门前 贴满青天白日旗贴纸 前后过程约半小时才结束抗议行动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